这夫妻俩在一起过日子 最重要的就是得到彼此的认可 你做啥我看的都高兴 而不是因为喜欢你 才你做啥都高兴 是打心眼里边觉得 这种处理方式我认可 那您俩现在我们真的觉得 以后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就会少很多问题 少很多麻烦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来 二位请起 男嘉宾与第二位女嘉宾约会结束了 他这个心思啊 好像稍微有一点点摇摆 而且我们都看出来了 最终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谁会跟他走得更近呢 那也请我们三号女嘉宾 也认认真真地考虑一下 咱男嘉宾的这个心思 咱们一会儿见 好 这边请 男嘉宾 您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你说你跟哥们在一起相处 是一个凄里咔嚓挺霸气那么个人 您在处理感情问题 和做决定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挺果断 挺果断 你大胆上说果断吗 果断 接下来我们有请二位女嘉宾 同时登场 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来 咱看一下大屏幕 大屏幕上一共有六道问题 男女嘉宾每个人选择 其中的一道 你最关心的问题来问对方 一 婚后生活费由谁来承担 二 婚后如果出现意见不合 如何解决 三 婚后要控制经济大权吗 四 你可以为另一半放弃自己的兴趣吗 五 你觉得浪漫对于婚姻生活重要吗 六 会因为个人社交忽略对方的感受吗 来 男嘉宾选一个问女士 选五 五 你觉得浪漫对于婚姻生活重要吗 来 那咱们可以四号先回答 我觉得浪漫对于婚姻生活非常重要 有了浪漫就有了美好 有了快乐 有了幸福 这是我的想法 咱们三号呢 我觉得挺重要的 来 我们女嘉宾选一个问题 问男士 四号 我想问问这个大哥 婚后如果出现意见不合 您想怎样解决 我还是听你放上这吧 就是说如果说有意见呢 一切都听女方的 对 听我的 对 谢谢 来 咱们三号女嘉宾选一个问题 问男士 婚后生活费用由谁来承担 婚后的生活费由谁来承担 我赶紧都应该钱交了 那我就不管了 对 钱全交了 您觉得这钱全交你了算是谁来承担 那生活费 那当然是我了 那必须得给人留点 那哪呢 那黄身也不能 黄身也不能 黄身也能 不给人留钱 对吧 因为出门在外朋友之间也要喝点 喝点小酒了 对吧 黄身也能 对吧 好 我们爱的考验结束之后呢 相信啊大家心里边都有一个数了 我把这朵象征着爱情的玫瑰花交到您手上 你现在心里边竟然已经 您现在心里边确不确定喜欢的到底是谁 确定 有这个人对吗 对 那现在啊可以转过身去 当我倒数三个数结束的时候 勇敢地转过身 爱的选择是由自己来选择 哪边都选不得 不是用别人来挺论的 不用转身 我们现在想好了 想好了 就有这个人了 对 但是也没开到 对